编诵уб练 詞曲 李宗盛 文婶喜二 新闻文明 文明 新闻文明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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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杯, 會聽的一定是My Radio 由6月12日起, My Radio会不分就夜 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7点半 My Radio会联同热血时报 PASSION TIMES, 攀手联播, 世界杯竹筋做安 我们会将最新鲜滚热辣的资讯 以第一时间呈献给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 每晚10点 我们会有热血世界杯大party 我们会用最热闹, 最轻松的手法 为你作出最深度, 最好听的分析 无论是现场版, 还是预设版 大家都不能错过 逢星期六, 星期日, 下周五至六 我们有热血世界杯Family 我们会出齐人脚, 与观众作最直接的交流 大家一定支持My Radio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厉害的世界杯电台 欢迎来到热血世界杯派对的时间 第四个赛已经过了, 昨晚又有新东西 很新的 门线科技也用了 是的 还有球王教射鼠女 很棒 还有东西 射科技射鼠女, 别射鼠外 还有, 我们今晚有重量级嘉宾 对吧 对吧 稍后再说吧 那当然来到我们精美的开幕了 谢谢影片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您的支持 我們來看世界杯的派對場 正式開始 介紹今天的主持陣容 沙比 約 威哥 新主持?肥記 不算新的 新歌 新緣 主持是做利迷天地的 新緣兩腳 這個新吧 這個新吧 阿Nic 阿Keeb 不新的 阿Keeb 主持是做利迷天地的 今天我們很高興有些技術流的主持在這裡 我們流的那些就可以坐在一旁 我們流的那些坐在一旁 最流的那些可以坐在一旁 最流的那些是電視 是嗎? 沒說的 沒說的 都是開名 世界杯來了四天了 有些致敬位開始出現 第一幅照 麻煩你 這是一觸心的時刻 先說左上角的就是澳洲的球員 比斯安勞 前途派二碼 就幫一個殘疾的小朋友 叫做小朋友大人牌 其實這個挺感動的 因為堂堂大明星 肯幫一個陳振士幫人 很多網友看到他們都會做的 會做就好 有些不做就不做的 今早才看到美詩 只是縮手而已 看不到人 我覺得這些是應該的 但他做到也應該要比斯安勞 不是有什麼大明星幫人 肯不肯做的 肯不肯做的那件事情 當然有些球迷都比較有功德心 另外那四張照片 就是在日本的賽場看完球 他們也有功德心 即是日本對科特利亞輸了球之後 輸了球 正常來說就要直接燒起觀眾席 叫他們去收拾東西 他還跟紅女罐一樣 是嗎?真的嗎? 是嗎? 還跟袋子一樣 但他們的功德心挺好 例如去日本 你看到他們成功 通常起碼… 他質素很極 因為你記得是否311 311 大理症 大理症的時候 大理症之後 他要傳過的地緣症 那幾個小時 其實有些地方是放工時間 沒有混亂的 拍攝的影片 全世界排隊 等了車站 沒有混亂的 日本人的整體公民質素 實在太強了 你可以看到有些很微小的細節 都會看到這些特點 這些真的看到了 整天都是上一代的壞 這一代真的挺好的 那些真是蘿蔔頭的 上一代是壞的 現在沒有軍人… 沒有 可以不打算 就算上一代 其實有很多日本本土人在翻線 有些靈畸 這個真的很表揚 表揚 撿回所有垃圾 大哥自己主場香港也不見人撿 我們… 即是大球… 那些女生就說 踢過旁邊… 不要被人指引我… 不打在球場也好 還說撿回… 輸入球場 對 輸入球場 你打在球場 警察會找你了 你只會有千多人 他們還要撿 還要撿好椅底 後面看有沒有 全部撿好 做入門的球場 做的清潔真是開心的 對 真是開心的 清潔他 不用請 希望他能踢到幾場 我們整個球場 只有一個清潔員工 一個就糟糕了 龍台有幾萬人 大哥 就糟糕了 不要太過分 起碼要三個 就給你掌聲 好 好了 這樣就好了 講完一些好人好事 我們也是時候… 隆重介紹我們的重量級特別嘉賓了 好 我們下屋上吧 麻煩你 好了 有請問你… 等一下… 先說一說 我們嘉賓有一個來了 近呢 加入了我們 剛剛來了 大家說近了 給他多點掌聲 重量級嘉賓就是現在漢圖見到的 東星社的前創館 樂圖 你到那個年代看完那些電影還記得的 沒辦法的 大哥 有一個烏鴉隊的 記得 煙焗死了 枕頭 我經常都說 你讀書這麼好 你不在這裡說 你發假的 讀書是好的 我做了會計 我先做了測量師 還在那裡講 你現在是趁年輕 做看家的那種 沒所謂 先說一張圖圖 先說一張圖圖 其實這隻樂圖圖的西路有什麼名字 LULU 不是 LULU還在隔壁 都可以給他收拾 這個叫做 杜拜的沙客欣 沙客欣 這個叫正面LULU 別這麼說 其實他的命中暫時來說 這首四場來說是中了 跟當年的寶萊也很廢 跟現在的LULU一樣 LULU也很厲害 LULU也很厲害 哪裡厲害 穿著日本歌衣 煮麵也會煮麵 洗碗那些人 但是… 他可以連一對球 反勝為敗 今天晚上很嚴重 LULU穿了一個波衣 他有駱駝就看著 還有給你的 給你的開聲 拿冠軍也行 我為什麼覺得LULU比他更勝一籌呢 本來上半場日本隊 還應該… 大家看我肯定一節 正好的 中場優勝 他洗過門的 他是洗碗還是洗鑊 其實是洗鑊的吧 洗完之後就給日本吧 立即打扮你日本 很厲害 其實他是搞了沙子 給了信給沙子 說了 軟行幫人進來 就是那一刻了 但是這個… 說回這個沙下欣 他有沒有人求證那些照片 之前拍還是之後拍 是鏡頭的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Photoshop 那些旗可以卡下去 是的 不過不要緊 今晚另外有一隻 德國人養的圓球 金面吉祥麥真是那隻動物 圓球 他那隻是古德國 就撿了德國 球員 球員… 抱歉 球員 有時候記錯了 沙子 你好厲害 我剛剛還要跟你道歉 一會兒說一封書面聲明 最少… 所以… 你跟我弄一封 他那個是古德國 那就是怎樣 只剩下一個輸了 只剩下一個… 斷腩了 沒辦法的 你… 很簡單 就是賭博的東西 就是贏了還是輸了 是的 哪有和局的 還有一個 我昨天剛認識的 就是在世華佗 專家阿婆和麥哥 昨天猜三場中三場 中了 真是慘 你這個表情很喜歡 我真的慘 你都說中了 真是慘 先下來 我真的叫他 你不要中 你再來 你再一次 昨天猜三場中三場 我不想你中 我幾次一關都要射了一球 打了飛機 打了飛機 我就不中了 剛才大家開心 剛才叫他勒著 還要跑出一個Wing出來 很可憐 那麼你晚一點 留完再推介給大家 今天很難推 我看你今天怎麼推 今天很難推 真的 說到這個 說到昨晚這球 昨晚又有三場賽事 順時間去吧 先說一下昨晚賽果 第一場瑞士對阿葛多爾 瑞士是贏了2比1的 好 第二場是法國對龍都拉斯 結果是怎樣的 3比0 我才買了兩球 最後一場分組賽就是 阿根廷 阿根廷 也是2比1的 阿根廷 險勝2比1 好 麻煩你 先說瑞士的阿葛多爾 其實昨天那場賽果 其實阿葛多爾有件事 挺過癮的 就是他的打法上面 是間歇性迫場 間歇性放下來 那些是很短時間的壓迫 去令到瑞士的節奏是掌握不到的 加上瑞士整個推進速度 都有那麼慢的 有那麼慢的 所以如果對著阿葛多爾 這種紀律性的防守面 就是吹爆乒乓乓 20分4 還要很早就加上輸了一球 輸了一球可以說一下 那個開罰球是不是 這一下子秒視球證 他擺明已經畫了他的圈 他推出旁邊 他推出旁邊的開罰球 左後位是實好的是不是 Io 我可以用Io 其實我想說一句 其實球在噴了一個圈 如果球是觸碰到一點 就像開角球一樣 你只要有一點觸碰到一個搖就行了 這個有球例是說的 其實球例是真的這麼說的 還是你的觸碰到球例 不是 角球是真的有的 觸碰到一個搖就行了 西方有你出洋狀 我觸碰到就行了 那個範圍 因為你說真的 你噴的 我怎知道你噴多少 不是 你噴整個地址 整個尺寸都可以 他帶瑞士球員投訴 吵了很久 但球證還可以的 又可以吵 不理會 可以的 因為可能那個球證 可能會不會說烏茲比亞球證 他怎麼也不懂 瑞士也不知道說什麼 晚上可能一個人說得晚 每晚是吧 但烏茲比亞放在裡面說俄語而已 這樣說而已 就像黑羅地亞教練投訴 日本球證 所以說日文 很瘋狂的 誰知道 誰知道他講什麼 這時候不記得用國際語言 這樣也要溝通 就是這樣 國際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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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個字 F字的官方意義 這個客人都知道 這麼多投訴 那天反聽 回來 回來 沒有他們推過球 不過減 你說瑞士的防守 叫做亂防 就真的有幾 有差不多參考價值 為什麼呢 反面教材 有什麼理由迪佐勒跟跟不跟 然後欣娜跟跟不跟 被安娜華倫星的近門 空閃 把他頂進 這些球 其實小孩子也不會錯 這些佛球的位置擺明是人釘人的 所以要 那個球飛過來 就不要還想著 我是跟這個 我不跟這個 死也不跟 你也先看那個球 那個球來 就撞了他 就不要這樣 所以其實瑞士失了那個球 其實他是想攻 但是始終是前面沒有一個組織的重心 可以組在前面的幫手 所以其實很多時間都是靠一些軟石 譬如諾蒂古斯 恩娜 法恩娜 以及加利沙基 三個強尼斯 都考驗過阿瓜多爾門長 但也沒有效果 挺有趣 因為他用大米踢前鋒 正前鋒 是啊 大米其實在紐倫堡 如果堅持在未相前 一直都是打右翼 情況就像湯馬士梅賴 特意鑑操移他上去中鋒位 有一點點打不到的效果 反而下半場換了 所以就直接打打多點頭鋒 打硬件馬馬 所以敵米的上半場完全消失了 其實我又好像不見了 但不見了人 十六個日 他拿到球也沒有作用 我補充一點 其實戴米 講一下Nick那個 其實他有個人的 包括能力的 我想說 其實首次不用衛球給戴米 就是 始終他可能是第八次 就撞到國家隊 跟隊友是未合的 新豬 新豬 所以給他一點時間去看看 而且始終和昨天的時間 你看到SIGI開這個角球 我看得很粗 球去哪裡了 為何每次去無人地打 因為那個場地… 他好幾球都想 保護朗利 斬到很鐵門 然後打拚一點 就在中間改變方向 後半場就不用他開 一換人開就搞定了 而且大米 我覺得大米好像 看來打單線頭不太適合 他的身形… 他還沒習慣 他還沒習慣 要找人幫忙 要一個好像… 陰黑八一 踢中風 散不落位 那些東西背著 背著路 但他不是很會 可能大米要他做一些移傳手 很多 你看沙基里 亞史特卡的照片 因為始終來說 瑞士太多重炮手在後面 恩娜、比哈美、隔力沙基 全部都是可以射的 所以我覺得 它是做一些 酷的事 但始終… 但你做移傳手的角用 好像是給1、2 給他在後面射射 但也做不到 所以其實瑞士上半場 很刻意推 用兩閘去推 即是 列治斯迪蘭那邊 其實昨天來說 他的表演… 上半場OK 下半場 下半場又被蒙迪路扯乾了 乾了 別喝水 但是他出科技 算不算了 好幾腳都傳到位 下半場反而 你主力用回 列卡奴羅特古斯那邊 那邊就真是… 真是… 這個是不是今年 第一個升值的新星 算是 這個一定升值 實在貴 你剛才說 這兩年其實他在和夫斯堡 多了上年機會 他表現是持續進步的 昨天我們在節目中 即是… 在這個… 在西安坡Family裡面 大家都分享過 這個的樂迪股司 上一季五合球九個做工 這些數據 很瘋的啊 前方的數據 廢託也沒有那麼多入球 要不然就只要抽取水 他入球 要他的單位 要他的隊長 他也沒有那麼多做工 12碼是他射的 抵助工 抵助工 做工是很恐怖的 第21歲而已 嚴格來說 其實形狀也沒有 說真的 去到下半場也沒有 你沙捷你其實是 很有那種想自己揹去 有可能 很多時候 因為他中間的位置 其實沙家 但我覺得他做不到傳送 沙家直接過分 無需要加拍 正傳也沒有 他完全沒有沙捷 中間的傳送沒有 基本上是沙捷自己去的 昨天我自己看沙捷你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但我懷疑是無法配合 其實我應該說 駛利沙機的定位方面 在瑞絲國家隊 是需要 值得有下一類的空間 因為始終他在武術加碼 只能打防忠 對 他有一張照片 謝謝 他也不知道繼續說 緊張 不是 剛才 上一張 上一張 麻煩你 說回駛利沙機的位置 因為他有能力去打攻忠 他也有能力去打防忠 所以現在就變成四不像了 上 進去吧 頂尾壓上去 那是沙卡 當然是沙卡 對 你們有點失望 你都已經從花園去到別的地方 他覺得HCP特禁很強的功力 是不可能會 限為主限分 為何沙卡會給他調教到這樣 他下半場 他可以打足90分鐘 但是全場都沒有表現 這場也差不多到這裡 差不多了 賺一賺球證 賺少許 好像比亞球證 最後那下 低的比得很清晰 如果沒有這下就沒有這球了 第一球是好的球證 這球真的好 當然是 就是伊馬道夫 不知比亞球證 這個亞洲No.1 我沒記住 比亞美 其實比亞美的球 他自己是鬥心好的 他掉了 我想他知道最後幾秒 你債刑也沒有用的 他一掉下去立刻起來 立刻伸手 其實最傻的就是 為什麼 壓瓜多爾班有些問題 不是 壓瓜多爾班有些問題 本來有一個 他們被人搶了球之後 被人搶了球 那是15號是誰 立刻按頭 其實站乾了 被亞美上的時候 其實在瑞士禁居附近 除了被人搶了球 球員之外 還有兩側 其實有些騙光的人 站在那裡 可能不想完結了 可能不想完結了 你這個心態死定了 最後就什麼 他們後面 很簡單 三至四個 最後六打四 對 三至四個 然後瑞士推了整個球員 其實你說諾定古斯 其實都會比較乾淨 都是 糟糕就斷了 結果得了 OK 那麼2比1 順利 瑞士三分 瑞士三分 但瑞士也不會走得遠的 第二場 法國對洪多拉斯 其實這場球 就算你不看那場球 就這樣看排名 強弱懸殊了 某程度上 你再加上洪多拉斯 半場面打十個 不是 你做節目 洪多拉斯可以先出線 不是 洪多拉斯可以先出線 但是這場球加了學費 這場輸的 不是 這場加了學費 這場是預了輸的 預了輸的 不過輸得肉酸一點 輸肉酸 意路之族 醜樣來說也叫帥哥 打少過輸三顆 其實可以 下鋪Sir 首先引用 在鋪Sir在鋪Sir的名言 如果兩隊都有紀律的話 技術好那隊就贏了 洪多拉斯教練 洪多拉斯教練 重新來說 如果兩隊都有紀律的話 當然有那個節奏 每人一踢而已 我球員你不就糟糕了 在技術上說 先說下去 如果兩隊都有紀律的話 那好球那隊贏就當然了 但如果其中一隊沒有紀律的話 對方就會乘著你 因為這個犯錯而佔優 現在正正就是這件事 每個人都知道 說這些事 不是 說12碼又入不入 不是 我引用本地的 說一場球 在相片裡說 說一場球 寶貝和洪多拉斯教練 一早已經開拖了 其實開拖了 開拖了 寶貝真的很可憐 被洪多拉斯教練 艾斯坦路沙直接搬 對 但他自己那一刻 他自己那一刻 應該是紅牌 他那一刻應該是紅牌 即是碧銜當年 舊了斯蒙龍 可以算是走掉了 然後在禁區輸回十二碼 然後就擺到洪多拉斯教練 洗手洗澡 像超級球 然後就撞過去 他忘記自己有黃牌在身上 就叫抱抱撞你了 他忘記在看球 可能是撞過去 撞過去 糟了 一來一會差很遠 逢到一枝燒球也算了 對 那時就像半場圓 一來… 他本身來說 是說他的防守帶點咖喱味 其實法國都是忌的 忌的 看到了 那就變成… 試碼射 十二碼 他也很搖底 他射的時候 我看到他很大氣 但是三比零的入球 就看到… 第一個十二碼 不要去到那麼遠 慢慢上去 好 基本上洪多拉斯這場球 其實防守的紀錄也算是這樣的 不過左邊… 左邊… 不是左邊… 伊薩古你那邊比較嚴重 就是比華波拉 高智良 大米 牌龍明 下半場的時間就… 打少了一個 洪多拉斯其實也沒什麼可以做 因為他沒有用球的人 算是這樣的 但也不是很差 其實他上半場 上半場大概十二碼未出現之前 其實我看到洪多拉斯 其實很可以跟法國頂得到 但其實你看到法國的客人 上半場後段越壓越上 只不過他可能也要靠防守頂著上半場 壓得上一點 其實那時候馬杜迪… 馬杜迪不斷上 對…不斷上 他真的失控了 失控了 完全不斷上去 我可以看看法國其實有什麼漏洞 因為這場球就沒什麼… 其實沒什麼想法 沒什麼事,其實也算是 對,我想說 我要防止未受到考驗 這場球根本是未試到法國的 對,上下場打少了 三比零是贏得少的 你想想,我完全是逼不住法國 放那些球帝出來 其實好像馬杜迪上去 其實我覺得如果這對球 其實當時常常說 無論是聶貝利怎樣呢 我現在看完這場球 我覺得洪多拉斯嘗不到 不是,我反而覺得洪多拉斯嘗不到 還未試真章 可以,他要去下屋上 麻煩你 真是未試真章 未有真章這件事出現 還有你也想說一說 有一件新的東西見到的功能 終於出現了 就是鷹眼門線技術 說了這麼久 什麼叫鷹眼門線技術呢 抽小時間可以說 他本身來說就是龍門兩邊 每邊放七部鏡 每一部鏡 狂的時間就以500格 每一秒500格的速度 拍攝那個球 但價錢進不進去 賓斯瑪這個2比0的入球 其實不是賓斯瑪進去的 賓斯瑪進去的 賓斯瑪進去的 賓斯瑪進去的射中柱 龍門這個畫 接的時候一手 賓斯瑪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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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球 為什麼不算賓斯瑪進去呢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看電視 看十多次晚鏡 我還是覺得不進去的 如果不看門線技術 還是覺得不進去的 就是全球的 有一球在側邊射的 不是,他… 不是說這球 不是說這球 是說這球 是說這球 不是說這球 不是,有幾個慢鏡 其中有一個慢鏡是看到進去的 但有幾個都看到是 原來未過 他過了4、5個角度 其中有一個慢鏡是看到進去的 終於試到那個角度 但是看鷹眼就不用進去 真的不用 而且球證自己也有些 有上角的那張照片 他找到第四旁正 問清楚試一下 不是,其實… 怎麼樣?是不是電到我了 我感覺到 因為他說 假設鷹眼的技術有效的話 球證的那張錶會收到信 是,會震的 所以球證自己也沒試過 真的問清楚 是否高意 看不看? 是否就問了 我不用… 我拉丁文來看 我看鷹眼是不是高興 那片海這件事不要說 其實這個 聽到中甲、青島、中能 這個奧士文、曹瑞斯 其實也是該死的 有什麼理由 就被賓士馬賣客去走入去 沒辦法 吸塑問題 吸塑問題 一看見他這樣借過來 就是吸塑問題 就是又說 龍門最好的朋友是門柱 現在最壞的朋友就是鷹眼 差不多 這個龍門最憎恨的 最憎恨的 最憎恨的門線技術 其實二比零之後 聽到賓士馬 就入了三比零 其實長球其實也有 還有一幅照 還有一幅照 公防戰 為什麼公防戰 很漂亮 那個球也很漂亮 為什麼要公防戰 因為世界杯計 是計得失球先 不是計算對賽成績 就是官方的評述 官方才有失誤 我們的網友Danny Wong 是不是那個人 很快就馬上通知到 是的 麻煩你 不過其實熊杜拉斯 需要兩球都已經流力了 安迪拉斯 沒有力和流力 一錢之差 你也不搞那麼多 你看到安迪拉斯也換走了 其實你10個打11個 輸入比3 所以我估計熊杜拉斯 就是這種打法 對於瑞士來說 是有一個黑帳的作用 因為瑞士中間太多 腳馬 就是欣娜比克 都是容易受傷的 男人那一集 熊杜拉斯也算是 不過我覺得 如果他跟阿瓜多爾的分別 阿瓜多爾的最後 因為阿瓜多爾的舊氣 但我看到熊杜拉斯的集中 不是因為最後的求 給瑞士反勝 熊杜拉斯整體的集中力 會比阿瓜多爾好 所以瑞士對熊杜拉斯 都不能放鬆 不能放鬆 不能放鬆 始終瑞士沒有能力做歌 而熊杜拉斯就擺明 不是做歌 而是做人 不是罵輸的 瑞士可能隨時對著熊杜拉斯 就不能和 世界世界盃 瑞士都打敗熊杜拉斯 對 西班牙 對 西班牙 西班牙 他死了嗎 打你大哥 然後輸給你的年輕人 吹牛 及到羅賓漢 對 所以這件事 就是說 瑞士對熊杜拉斯 其實兩班球 其實真的 大家沒有方對沒有方 又是 顛縫到鬥狂 你瑞士也會 瑞士贏過了 只能夠放鬆 即是靠紀律式防守 紀律式去吃虎 大家留意著 那我們順便去第三場球 即是今早 阿福上了 麻煩你 為什麼阿近會 阿近會馬上回來了 即是馬上回來了 只能說你三場球 他在說阿根廷對波斯 阿根廷對波斯 阿根廷結果是2比1 就結合波斯 這樣更難了 即是瑞士… 進來後第一句 一定問你就是 瑞士八年來 第一個世界會入波 心情如何 八年之餘 你有沒有哭 放鬆心疼壞 入波了… 那他只得了這球 他也很少款式 其實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根本上他還沒上過歷史 其實他也知道自己的事 上半場他通常帶球 你會看到四人是無人的 是有人… 有人… 波斯是有阿根廷 三、四人圍繞他 真的一起進去 別開玩笑 上半場是很好的 為何這麼說 因為我沒見過 有一對球 完全可以壓制到瑞士 阿根廷 阿根廷是被封殺了瑞士 沒有人幫他 你想想 整隊阿根廷是甚麼 前方的阿古路和一群中場 中間… 他們之間中間都兇了 不是兇了嗎 是整個空洞 當中間那個東西沒有的 不存在 你想想 教練說 今屆世界盃 就說拿去見購 是嗎 反過來的 那些人不理會 為何要做甚麼 想想 他打了三、五、二 放回一群前鋒 我那群中場 完全不給他 一交給兩側 反而殺巴利達 他是想要做 是 他想要做 連他的股市 自己扔過去也不打給他 而且他拿了球 是什麼呢 美斯克拿了球 他喜歡打到波斯亞的人 其實我看他的打法是… 走過去 他是像巴塞的時候 他拿了一群人圍後 他在隔壁 沙維和印尼斯大 他都會放球給他們 要麼自己再打球 然後打球 寫馬 但這隊球不是巴塞 他怎麼忘記不了巴塞 他沒有忘記的 他不需要忘記的 沒有走到嘛 他始終要忘記了 他想買他 他這個入球方法 已經很久沒見過 幾個月沒見過這樣入球的了 自己一個單位 自己推進去 大家也要謝謝希固忍和這個 希固忍 希固忍不得了 回到那邊回到那邊 他也寫漂亮的 寫處女的 多難 這場球我覺得教練真厲害 我沒試過見到教練 第一場報道很危險 半場45分鐘換 換兩個 我們的股市有傷 第一 我覺得他很生氣 我們看球隊上半場 完全整輩球 六點鐘看 這樣球幾天 很難搞 不如我開民間鑽橋 3、5、2 轉4、3、3 我覺得成功了 一件事是好的 他用加高來連繫中後場 中前人線 至少不需要美思下 打單打獨頭不辛苦 加球不是雙雙地 半場下來是OK的 不算好什麼 至少在派球上半場 大佬馬斯殘路 有或是沒有建設 當時聖誕節那些 大佬馬斯殘路 28個傳球全部都通過 完全沒有… 成功 這些殘路 反而迪馬利亞 很累 迪馬利亞真的累 迪馬利亞 還衰格 你經常玩後腿 國際賽 世界盃 對 路祖這個精彩 在自己禁區 用後腿解圍 對 向橫圈 高波橫圈 我覺得都挺賤格 都挺這樣 無辱別人 很尊重對手 無辱別人 這些是 路祖這個真是抵打 其實位置感就沒有了 出角又頑 再加上做這些事情 遲早做球星 他上落的時機 上落得很差 真的很差 其實… 說回來 波斯尼亞 最搶劫的是 右邊22歲的下路 20個球員 加上塔西亞 對 其實他有回合速度來射術 夠膽去 說真的勞組感 你不去 你等下年吧 這樣吧 近興進來後 再多做兩件事 你坐在那裡 說一下你的阿根廷 先看得怎麼樣 其實開茶牌的陣路 沒有敵技拗頭 可能有些人會傷傷 所以他不敢出盡 加高雙手 你放回希古恩 或者加高雙手 進攻體後 是完整很多 我覺得 是 落迪古斯的定位 這些古怪的 很古怪落迪古斯 中前四個人 其實迪馬尼亞 希古恩 阿古路 和美斯 其實是 剛剛那個實陀和華之家 都是剛剛好 平衡的 再加上加高 去負責 平衡中線和前長線的情況 所以阿根廷 你說進攻方面 其實問題應該不大 當時古恩 和阿古路 應該還沒傷好 看上去就… 阿古路的線 對 迪馬尼亞 如果再中長線 上來就不行 只是早十多年的意大利 慢慢上去 因為他整隊 那條中長線 迪馬尼亞 由他上年到今年 今年他已經開始 好像在皇馬 現在打邊 他是成才 但是他的邊線 越來越活動範圍越多 不像以前在中間多些 現在是… 現在放在皇馬中間 阿朗素和迪馬尼亞 反而他變得再邊一點 所以想想阿根廷對波 他昨晚… 他好像看上去是532 或者352 好像都要加強中長線 但你看中間那幾個人 哪個能排到牌 落迪古斯奧女兒 都會不會做一些傳送工序 但又不是 他很奇怪 他又不是弱質素 他昨晚在那裡 他昨晚在那裡 所以唯一一個可能性 就是真的被加高做的 是加高的 所以回來了 全面花好 你看到他入兩球球 一球就烏龍 一球就屈肌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如果阿根廷真的要打七場 第一場還沒上去 這場很正式 這場也是試中的 老闆剛剛玩 迪馬尼亞和諾祖爭球 諾迪古斯和薩巴利亞爭球 然後這班人搶完球之後 就不理尾斯 尾斯 尾斯可以的球不加 整隊球可以完美凍結尾斯 那我這麼說 但這一刻來說 暫時贏了第一場 就是說你不要這麼早去到高峰 高峰射得很快 應該最強的隊伍 這組最難打 最難打 出線就一定 但也是一句 現在大家看到 盧祖的位置 其實就是阿根廷爭球的最大半腳石 始終位置這樣 真的有上了絕階的表現 哥斯尼亞有什麼可以說呢 哥斯尼亞就是剛才說的 剛才的夏洛璃 其實這場球 要用人的表現都有點黏黏 沙里學域收起來 對,我們有一組說的原因 開始吧 對,這場是半放氣壯 真的收起來跟你踢 對,比比斯尼亞下本場 進來後就有一波進去 不錯,羅美歐那波真是肉酸 其實可以回去歐洲踢球 可以,當然 那波可能不一樣 人民幣、女債也不需要 不需要 人仔很小很多 但他不是很小 或是做出很特別的變化 但如果是中前洋呼波 他經驗就足夠了 他經驗就足夠了 呼波很難撿 而且他沒甚麼真的退步 中前洋 怎樣撿到他的波 我覺得 底部夠厚 還有跟阿迪斯都很合 所以接下來 對波斯尼亞不需要太擔心 波斯尼亞對… 我覺得他後防方面 尤其中場方面 我覺得陳曼都踢得很好 但他唯一的弱點是 最後一夜送不到球給迪士哥 對 懷門一夜送不到 所以想起伊比斯尼亞出來的時候 那個入攝真的贏了 單前頭辛苦一點 如果迪士哥就… 其實我想這場球來到這裡 因為時間沒甚麼 我們去德國那個了,好嗎 好 我們可以說來今晚三場 今晚的賽程 拜託你了 穿了德國你們兩個 可以嗎 可以嗎 德國的葡萄說 12點 然後伊朗對尼亞利亞 3點 3點 6點就加納對美國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最期望都是四圖靈多場 德國的葡萄 很棒,從早起 嘗嘗 先趕走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想說很麻煩 因為不同的前峰好像沒有人 兩邊都… 等一下都是圖靈大的 一邊用好軋滴加一邊 owners 用湯瑪士梅娜移回到中間 兩邊就踢了4-3-3 但是好看狀態 因為除了湯瑪士梅娜之外 另外普導司機和舒爾利 都是臨迷受命的 因為之前有一個箱 一個是萊斯箱 高老師現在放在後備 所以可能攻擊有點問題 現在陣容還要失去奧斯 我想看看是誰排牌了 古沙會有幾個排牌 有的 應該會有的 但是普導司機的問題 如果他要打4-2-3-1 如果直接打前鋒 放多個攻擊中場 基本上三位和前位 如果四位都是攻擊中場 最可靠可以入球的會是梅娜 但現在我擔心普導司機 普導司機是在熱身賽的表現 有火的 有火的 可以見到的 儲了一年會不會怎麼用 而且在阿仙奴 我看他的跪尾的表現都是可以的 上力 因為之前真的會不會怎麼踢 終於上力 他會不會上來的 但我看看他可不可以 去到一些正式比賽 可不可以看他的心態 可不可以調整得到 不過德國人這方面 我不擔心 現在擔心比加速會是中間的位 因為那個是最重點 無論是前面的前鋒位 或者是壓返後 或者是古沙的位 到時看他真的出奧斯在前面 還是古沙在後面 這個位會是最重要的 即是派牌的位 因為如果他們兩個做得不好 普導司機和梅娜就死定了 梅娜也好一點 普導司機如果這個中間的位 幫他協調得不好 就很糟糕 所以我覺得看路維會出哪個中間 如果看這堆球來講 有靠個活動力 其實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如果他想著 奧斯放在三個中間的位 就危險了一點 應該也不會 正如你所說 應該也會是小朱基特拉 中間拉多一個 如果真的有什麼需要 就是藍武打防中的位 明白 藍武打防中很危險 藍武打右閘 攻擊的問題 現在反而是防守才是最大的防守 藍武打防中 誰打右閘 現在四大中堅才是… 誰打右閘 你打右閘誰對著 謝山 很多德國球員 你打右閘 你對著對手的左翼 你今晚打不是謝山對施朗 這場球其實中前場也算了 老實說 即使你前面怎樣陪到 我覺得可能是卻奧斯 換下古沙 最多可能是多入一球 還是多入兩球的分別 但是如果你保定打右閘 還有拉… 無慧迪斯 對 無慧迪斯左閘 或是藍武打右閘 就很不相同 隨時贏球和輸球有分別 這個就是一個漢點 一個葡萄牙的漢點 就是剛才我提到 就是中堅那裡 你本來是老 比比是傻的 一老一傻總合 傻佬之母就是這些 那沒有 一加大四靠大師 那葡萄牙 大家都知道 普斯一加打了這麼久 都是那些材料 是有的 跟陳菇丁差不多 不要漏到光炒 如果光炒 你整包擔心 你輪到光炒上 所以整條左路很危險 如果你真的出… 保定 保定 我猜到時候盧慧 我猜到時候找回 不過保定說過 這個世界 你要找一個人 一人一人 可以標示施浪 是不可能的 他幫自己打 很多位置 我看到這句話 這些事情當然是鬥底了 我看到這句話 施浪都說自己有傷 到時候沒有表現 我會傷 他剛剛說這句話 我記得他這個對答 曾經有兩個名稅說過 一個是廢爺 一個是肥安 一個是肥安帶著A師 就說 那時候施浪是在馬聯 世界上還有誰可以標示到尾師 然後… 一對一 我當時A師教練 我沒記錯是否肥安 他說如果一對一的話 是恢復… 世界上只有一個人 恢復速度的馬迪尼 所以標示到施浪 所以… 所以… 說這些都是個個點 那是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要找阿寶 還是打右閘 就真的麻煩他 麻煩他 麻煩他 全場播 麻煩你傾柔 放手真的傾柔 到時候有什麼事 立刻回去 預計也會是 你傾柔 假設是防災 業妹站在中間也會怎樣 小豬就滑上一點 這個問題 小豬就未必出 其實小豬未必出 因為… 今月八日他傷得多 昨天好像還在直升機機 對 他怎樣都是南無搭機 直升機 直升機 他是保守的人 四大中間不動 他其實可以用道武的 你放手一搏 道武的 好多 南無上當年也是這樣出位 對… 但他是太保守 他一定不會這樣用 小人用 聽法上 他會不會好像… 因為有一支 路維很喜歡抄 那些奧拿 類似短傳心入 Possession 就是拿 近幾年抄 那些奧拿 沒有空下場 你看看西班牙就知道 西班牙就知道 西班牙很害怕 路維真的會嚴重 如果他真的抄 大哥 你全部牛高馬大 玩地面組織 玩一班人而已 前面那班都還可以 後面那班 真的不要再猜了 講一講葡萄牙 剛才講到葡萄牙 剛才講到中間的問題 但是左閘問題不大 應該是遇到江柴 江柴 中間來講 也預計都是莫天奴 就魅尼拉斯 魅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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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逐個去 是前方那裡沒有 否則你沒理由 拿來的 一定是斯朗達斯 肥基說 今天很少說 前方是裝飾 陪華前方也是寫過名字 不過我覺得德國有個問題 其實今季看到很多 例如英超球隊 那些球員來到 其實是體力未恢復到的 即他們剛才踢到盡 然後後半個月再來 其實體能是跌得很緊 對 因為辣得最緊的時候 一鬆的時候 那些人究竟能否去得到最上級身呢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看看他辣不辣 都是斯朗 這個真是一個搞定你全家 斯基斯 還有沒有其他補充呢 近七年來講 葡萄牙還沒贏過德國 是啊,還沒經過 所以今晚是 所以怕你老鼠呢 德國怕落桌 我只是看兩個亮點 魅尼克還吃不吃秘屎 還有葡萄牙25號的大波連 看看誰說了大波連 說波那些那麼厲害 看看誰說錯大波連 葡萄牙26號 出來之後呢 那天我聽到現在 差點搞錯了,林兄妹 那天在熱身上 差點搞錯大波連 當然誰說錯了 我也怕我說錯了 所以說魯奔、艾摩連 沒有人說魯奔 不如說一點伊朗那場吧 伊朗那場其實有很大的亮點 那就是在尼引利亞後防 那裡就是遊寶 搭這個伊菲安布斯 究竟會穿多少鑊呢 他說遊寶 這個在諾貝寺 這個也是頹得不得了的 還有你說 伊朗引入了幾個外流球員 譬如說 德國賺吃的 譬如說是炒巴薯 這個現在是荷蘭賺吃的 還有就是說 英灌柴爾等的高柴利亞特 那這兩個前鋒 其實如果以尼引利亞這樣的後防線 搞到他也不出 因為始終來講 我看不出伊朗說 有碗錢在阿根圖或波斯亞身上拿分 那這一注應該都是在尼引利亞 對著尼引利亞 如果行就行不行 就成分就行 剛才查的氣溫是14度的 那裡提巴那裡 辛苦點了 辛苦尼引利亞也很糟糕 不是 兩隊也辛苦 14度也很糟糕 伊朗也很糟糕 還會下雨 是的 攻擊線上尼引利亞也有些看頭 始終米基如單國加隊做派牌 沒那麼秘技 沒那麼被人擁住衝對話 很容易發揮 他打來人家比較好 因為右邊有阿密特木山 快馬可以幫到他 前鋒那裡會看看 究竟會出奧打為止 還有希洲會決賽 沒有世事 沒有世事 他跑直線的球員 單單維持 現在已經超級不甜了 自從他自己誤會要轉 他真的敲門 沒有人認他 他可以的 我自己有看過 美琪轉了一點 這些老將 他最後可能會爆發 我也是老將的功能 我也是 希望撥回絕尾湖 但天氣在這裡要更正一下 伊朗北部的德克蘭的地方 山區都是冷的 都是冷的 就是伊朗有好處 伊朗有好處 但他頒波是否全都是德克蘭出來 那些外流 因為外流球員 但在歐洲最特別的 歐洲不擔心 所以這個衣服可以頂 最後一場內 加納對美國 兩邊都沒有了神社手 美國就沒有了當勞環 歐洲也盡顯了本土精兵 對美國本土化 加納那方面 其實看熱身賽對南韓 那場是非常對版的 阿柳兄弟就 搞到南韓 潮後黃先 分聲學綠 這些熱身賽很難說 喀麥龍又對德國對版 搞到我們的投資項目亂 那樣搞到太多 那樣 李辛賽如果是差的 你不要覺得是差的 但如果是好的話 可能是好 你有潛身在貴神 沙比神 你厲害 差的那些 你不要覺得是差 那些你不要覺得是好 李辛賽他踢得好 他真是離真章 如果保持得好 加納對華 他保持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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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美國 美國真的被他撞散 質素也不好 左頓、阿柳 兩兄弟 阿柳和阿柳 左頓、阿柳 左頓、阿柳 快馬 但中場中 那兩隻阿艾身 但每個人都認識 但其實是… 明大於實 不… 老大於實 大家… 沒有… 誰說的 甚麼事 甚麼事 It's magic 這是找數的時間 上一集封衣 你說我不會做Gory Hunter 是定了一個輪胎 你是那個嗎 我也是這樣 換了數 所以… 西班牙是找數的 真案子 說到西班牙 就有個壞事給西班牙 就是迪基亞 因為屯商已經退了隊 喂…分了賽 未未退了隊 分了賽 等於… 等於完整世界杯位 如果屯商 下床可能還會做卡斯亞斯 等你出事 現在等著你出事 我已經出事了 老實說明年還好 不要出卡斯亞斯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去完巴西旅遊 算了 西班牙的問題 說到很多次都不僅是門障 對 但信心問題太影響了 現在… 他一個這樣的範疇 沒理由會影響他的技術 不會突然有100 跌分 你是一個信心問題 我只是補充一下 那天封閹 我都說了一些事情 以前有卡斯亞斯 三圍或佩奧爾的大哥 例如迪基和莎尼拉莫斯 都在吵架的人 都會震得住 但最糟糕 過去兩季 黃馬巴塞背後 他自己跟醫生都有內斂 所以… 卡斯亞斯未必能壓得住 這些年輕人 佩奧爾這個39歲的老將真的很長 卡斯亞斯自己也是鬥爭受害者 佩奧爾的第一個大哥 他厲害 這個佩奧大哥厲害 第二就是巴塞隆 出身連和馬班 有很多人聽到的 這個要補充一下 一直以來 巴塞隆馬的巨星 一向都在吉拉朗上 就是最高級的巨星 隊長其實互相之間 互相尊重到 但有時候 現在雙中堅組合 這些年少氣成 雖然… 他們兩個雖然加碼 差不多60歲了 但你總是在這裏 你經常參加一些畫面 在碼飛機我覺得比較好 但看… 山牧師 山牧師就不太好 即是他們的網民性格 即是罵戰王 兩個做中堅拍檔 一貼錯門 都直接… 今天馬勒奧納說 Tiki Taka已死 他只是搞事 他不抽水 他就沒有東西做 他永遠只會放進來那一套 他去到巴西拿到純東西 就亂打 打完就瘋了 阿歷你不明白他的人 他只是覺得純仔之下是Word 劇播就用手踢的 對 你不要聽導遊說那麼多 那些傢伙有過法 要欺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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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說話你明白嗎 其實他只是說錯一句 整班… 那些純道不太好 老實說那場球 西班牙隊 西班牙隊 荷蘭 那場哪是Diving Kaka 夠了 夠歷史的東西 有了 舊事衝過去 舊事衝過去 你不要再說了 他不是看場球放球 其實荷蘭的場球 打得很以太利 尤其是開頭很60分鐘 導得很大 後來西班牙崩潰的時候 他才打得很像以前荷蘭足球 但他也有一個人 最後有兩個公門 其實有兩個餐子 放得不夠 即使你順景球也還得難生 去到淘汰決賽 這些事情就不明白 已經明白了 他在三年劇法已經出來了 很多人釋放他 OK 明白明白 美國跟我們遇過 那你緊張的時間 當然除了我們現在嘻哈 搞派對之外 其實我們 都講到二血 我們這個MyRadio 都形成了一個 最強的世界杯 無間斷 無間斷 為大家送上世界杯不同的節目 那麼 逢星期一至五、七點半 有我們的二血世界杯 捉均了我 是 另外就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的時間 搞什麼 晚上就會有我們二血世界杯的大派對 星期六日 下午五點鐘時間 大家享受Coppuccino 可以看二血世界杯的Family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當然 除了支持我們二血世界杯 一系列的節目之外 也不少得支持我們天下足球 和二血大球場的群組 專業等等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資訊 來更新給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我們 這樣就玩到這裡 再補一句 好 可以我殺比加斯轉會這樣上吧 好 我祝福他成為米基爾的接班人 好 我們鼓掌 好 你先祝福他 好,今天到這裡 今天到這裡為止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明晚再見 再見 再見